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身形依旧挺拔 魅力不仅当年 被称为几致东方美人的她一生贡献过无数经典作品 迷到过万千亚洲少女 但在她眼中 这辈子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取了山口百慧 跟她笑如一墨46年 她们的爱情故事被奉为日本演艺圈最美的童话 三婆有何身上有着昭和年代男儿的独特美丽 那个年代 亚洲对男性的审美都偏好周正 充满男子气感的类型 而三婆有何完美的契合了 彼是亚洲女性对男的所有幻想 见眉心目 鼻梁高体 英俊且阳光的她 被媒体封为东方极致美男 日本七十年代有一个同志杂志 每年都会做一个心中最帅男性榜单 类似古仆的女神榜 三婆有何常年霸奖了榜单第一名 三婆有何1952年出生于日本山林县 自有在乡下长大的她 少年时期才随父母搬去东京 受摇滚乐大师兼好朋友 技艺青智郎的影响 三婆有何在高中开始接触并喜欢上摇滚乐 三婆有何后来还曾经说过 如果没有遇到她 我高中的时候就不会加入乐队 也就不会成为演员 她20岁主演了首部电视剧《秘密部队》 从而进入了演艺圈 三婆有何自带一种纯朴自然的气质 不加修饰 1975年 剧组要去一个小岛拍电影《潮骚》 当记者问到对党上居民印象如何时 山口百慧说 岛上的居民很热情 对我们很友善 结果三婆有何一脸茫然 我们才来第一天 还不了解情况呢 山口百慧自小在演艺圈莫爬滚大 说话早就练得滴水不漏 三婆有何耿直单纯的性格 让她十分羡慕 但那时的三婆有何还不知道 旁边的这个郭妙武姓 会成为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时间回到一年前的夏天 22岁的三婆有何 与15岁的山口百慧 为拍摄格力高的广告相遇 山口百慧第一眼就注意到了 这个身材高挑 肤色健康的男人 但三婆有何只说了一句 请多管兆 连个笑脸都没有就离开了 在拍摄途中 三婆有何没和她主动搭过话 这让百慧觉得这个男人很稳重 和演艺圈建筑人都不一样 很快 两人就在《伊豆的舞女》中 迎来了第一次大影幕的合作 那时风头正式的山口百慧 已经是红豆亚洲的国民偶像 被称亚洲女神 自是毫无争议的女主角 本来男主角是要通过海选的方式来选拔的 导演契合刻意在看过他俩的广告后 觉得他们有种非常和谐的CP感 因此他坚决要求 由三婆有何出演男主角 甚至说 不用他 我就不当这个导演了 按照现在的话说 这大概就是古早的CP分 在两人还未熟人的时候 山口百慧有一次拍完戏 累到躺在车里 他看了后 轻声地问道 还睡着呢 真够可怜的 累坏了吧 要注意身体呀 那一刻他忽然感觉 有过暖瘤涌上心头 是怦然心动的感觉 多年以后 山口百慧在回忆录中写道 盲勇之中 只有这句话留在了我的心底 在那之后 他俩的合作机会越来越多 十二部电影 四部电视剧 在影幕中 他们一次次的饰演情侣 被众人看作是黄金打档 朝夕相处的时间里 他们逐渐变得熟悉 亲密 依赖彼此 有一次 两人在停车场遭到了记者围度 三浦第一反应 就是用手遮住 山口百慧的脸 整个身子 挡在他的面前 1979年的夏天 三浦友和在夏威夷 正式向山口百慧求婚 山口百慧坚定地回复他 我要辞去工作 当你的太太 一年后 山口百慧召开起点发布会 宣布了 要下架 三浦友和 退出演员圈的消息 见惯大场面的媒体 听到消息后 被震得鸦雀无声 整个会长一片寂静 面对媒体的逼问和歌迷的不解 他说 我想成为一个合格的棋子 这时为了我们的生活更好 我现在很高兴 很激动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1980年 山口百慧在告别演唱会上 最后一首曲弊 他对歌迷说了句 希望你们能理解我的任性后 就挥手离开了他热爱的舞台 至此 他退去华服 在舞台上完美谢幕 余生甘业为君 席盛做羹汤 那个时候 全日本都对三婆永和 强促了他们的国民女神 大为不满 没有了百慧这个荧幕情侣 三婆永和的饰演 在婚后一落前章 但即使在他们经济罪结局时 有人开出11日元的酬劳 邀请百慧出山 山口百慧依然不为所动 婚后的二人爱得浓烈 山口百慧坚持每天5点半起床 为全家认为便当 一做就是几十年 记者们常常在他们家门口蹲店 就盼着拍到他们夫妻不合 或者一房出轨的画面 但敦守了好几年 拍到的也只有两人一起散步 一起逛超市 夫妻俩带着孩子打疫苗的照片 结婚25周年时 三婆永和真情告白妻子 没有她 真不知道日子该怎么打发 下辈子还去山口百慧 记者等到结婚30周年之时 他们的感情依然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三婆还骄傲地说 我们夫妻至今连一次假都没有吵过 不是没有矛盾 而是不必通过吵架来解决 今年6月份 有媒体罕见拍到山口百慧和长子 三婆幼太郎 以及儿媳 木叶游一 同框现身的画面 刚刚升级做奶奶的山口百慧 脸上带着灿烂笑容 喜悦完全藏不住 三婆幼太郎透露 对于已经有了两个儿子的山口百慧而言 她非常高兴 家里迎来小孙女 在宝宝诞生之前 她就亲手缝着了被子 精心准备了礼物 63岁的山口百慧完全素颜 打扮得非常朴素 除了略显发福之外 脸上几乎看不到皱纹 还是很显年轻的 气质也相当不错 最近几年 偶尔有网友会遇到山口百慧 只见她始终都是非常朴素的造型 看起来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差别 据悉 多年来 一直有人要重金邀约她付出 都被山口百慧坚定拒绝 而三浦永和至今 仍活跃于影视圈 去年上映的电影 《谈接探案三》中 她与李牧宝奈美 一起亲近出演 有记得当初结婚时 三浦永和曾对山口百慧 许愿诺言 我永远都不会出柜 此后结婚42年 她真的没有和任何一位女性 传过绯闻 做到了零绯闻 连网友都羡慕不已 难怪能让亚洲女生爱一辈子 直到今天 她们才庆祝结婚纪念日的每个十年 都会对彼此说 谢谢 今后请多关照 日本每年的夫妻企业 都会票选最佳名人夫妇 2015年 三浦永和与山口百慧 以压倒性优势获得十年关 她们身上有一种令人动荣的老派浪漫 即使彼此都是万人崇拜的偶像 但依然是痴情于对方 无论外界如何看待 她们也挟着手不放开 就这么走过了46年 看到她们现在的美好 谁还能说山口百慧当时的决定 是个错误呢 最后忠心的祝福这对夫妇 能永远的幸福下去